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民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活祭 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又是活祭的节目时间了 欢迎你收听 跟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 探讨有关的信仰的问题 这个星期我们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敬拜 记得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 我曾经跟你讲到关于 敬拜的主要的性质和它的条件 那敬拜的定义简单来说就是对神的态度 这种态度圣经上提到了有几个不同的表现 首先是我们人低头或者是鞠躬 同时加以高高举起双手 手心向上 那第二种就是双膝跪下 第三种就是把我们脸朝下 俯伏在地 那总而言之啊 这些都是我们敬拜的时候外在的一些态度 也可以说是一些姿态吧 然而真正的敬拜是超过了仅仅外在的一种表现的 耶稣亲自说出了神对内心敬拜的要求 那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这个要求包括了两个含义 第一 只有人重生的灵 才能直接在敬拜神当中与神有交通 因为神本身是个灵 也只能够用心灵来跟神有交通和敬拜神 第二个含义就是 人必须要敞开自己的心怀 坦然真诚的来亲近神 敬拜神 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探讨 怎样进入敬拜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具体例子来说明 他的步骤和他的方法 而这些方法又跟前两个礼拜我们所谈的感恩赞美 是有着很具体的联系的 其实感恩和赞美啊 就是敬拜的前咒曲 或者说是敬拜的开路的一种表现 在诗篇的九十五篇第一节到第七节 就有一段非常美丽的描述 那你听我跟你念念 圣经这么说 来呀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以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汉地也是他手所造的 来呀 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草场的羊 是他手下的民 为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这段经文里面 分别有三个很重要的含义在里头 那首先是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应该以丰富的感情 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 圣经上说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那这是要大声的感谢和赞美咯 那其次 后面两节 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指出了 感恩和赞美的原因 那就是要感谢神所做的一切 我们赞美神 他的本性 这两种原因呢 都显示在这两节经文当中 圣经上说 耶和华为大神 耶和华是全能的 应该踊跃的赞美 海洋属他 是他造的 汉地也是他手所造成的 因此 因为神的伟大和神所做的一切 就应当赞美和感恩了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大声热情的赞美感谢神的时候 那我们的焦点 自然就完全的集中在神的身上 并且在赞美的过程当中 也就会不断的扩大 因为敬拜的最大的障碍 和敬拜最大的敌人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只要我们的心里头 仍然是单单被自己的困难 和一些事情缠绕着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进入到 对神的敬拜当中了 这是条件之一了 那第三个重要的含义就是 在最后的第六节 第七节 这两节经文里头 圣经说 来呀 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 跪下 我们敬拜他 那从这个地方 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对神的敬拜 使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我们敬拜他 那第二 敬拜就是我们 对神 向我们发出的关怀 和对我们的爱 做一个适当的回应 他的原因就是 我们是他操场的羊啊 神是我们的大牧人 好牧人 那然后 我们再接着来看一看 诗篇的九十五篇的 第七节到十一节 这一段经文是讲到 敬拜神和不敬拜神的 不同的结果的 圣经上这么说了 为愿你们今天听神的话 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米利巴 就是在旷野的 马萨 那时 你们的祖宗 视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 我厌烦那时在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所以 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从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真正对神 敬拜的两个结果 一个是在 对神的敬拜之中 听到神的声音 那就是 以大声赞美 感恩的 敬拜的过程的 转向 到内心深处 的一种 很平静的 安息 转移到这样的 一个境地 这个时候 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能够通过圣灵 听到神 要对我们说的话 或者是 明白神 要我们知道的 一些旨意 那如果 我们进行了 敬拜 却没有 跳出 自我为中心 这个圈子 仍然在用自己的方法 思考问题 心中疑惑 或者是担心 那么我们就 不可能听到 神的声音 也不会察觉到 圣灵的感动了 所以 进入敬拜之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那就是要把 我们自己的 注意力 完全的 集中在 神的身上 从自己的 小圈子里头 跳出来才行啊 第二个结果 那就是在 神的里面 安息 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 我们内心 安静下来了 就能够听到 神的声音 并且 因此得到了 安慰和力量 就能够享受到 在主内的安息了 但是 以色列人 当时却没有 真心实意的 敬拜神啊 就像刚才读的 诗篇95篇当中 所说的那样 他们内心刚硬 不听从神的话 故意激怒神 结果就是 得不到神的恩赐 没有进入神 所应许要给 他们的安息 那这样看来 我们按照 赞美感恩 和敬拜 这样的一个 顺序来做 是多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记住了啊 赞美 感恩 敬拜 这个顺序 我们在感恩和赞美的 引导底下 来到神的面前 低头 跪拜 用安静 平稳 敞开的心 向神 向神 献上我们的敬拜 就能够听到神 借着圣灵 在我们内心 发出的声音 使我们能够 明白神的旨意 从而 享受到在神面前的 休息和安宁 最后 让我们来听一听 旧位圣经上的 一个例子 那是记载在 《猎王纪》上的 十九章 讲到了先知 以利亚 当时他逃离别 十八成啊 来到神 曾经向 以色列人 立约的 和列山上的 山洞里头 神就向他说话 他是在 经历多次 戏剧性的事件之后 有了从神那里来的 一种 清新的启示 那这是记载在 《猎王纪》上的 第十九章 十一节 到十三节的 耶和华对以利亚说 你出来 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 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 有烈火大作 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那你注意了啊 前者所谓的 裂风地震大火 惊天动地的声音 这些只不过是 对神敬拜的前咒 而火后 微小的声音 是我们需要 特别留意的了 经文接着说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洞口 那蒙上脸 就像天上的 撒拉佛一样的 表示对神的敬拜 那然后 有声音对他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那弟兄姐妹 以利亚在神面前的时候 他什么也不害怕了 内心安静 稳妥 他敬拜神的时候 就能够听到 神那微小的声音了 于是 他就得到了 神的安慰 和从神而来的力量 现在 他有新的目标 新的信心和勇气了 他也就 进入到敬拜里的 安息之中了 那么 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 来亲近神 才能够听到 神的声音呢 那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我邀请你 在下次节目时间 你注意收听 活祭的这个节目时间 在就里头 有非常生动的题目 那就是 神的账目的样式 那么 在下次节目时间里头 我将会给你讲一讲 这样的一个题目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对我们节目 有什么意见的话 千万别客气 赶快来信告诉我 我希望 我希望尽量的 在节目当中啊 做得更好 更符合你的要求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 又差不多了 希望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愿神祝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